约拿书第一章 耶和华的话临到雅米泰的儿子约拿说 起来,到尼尼维大城去,警告其中的居民 因为他们的恶行已经达到我面前 可是,约拿却起来,要逃往他失去,躲避耶和华 他下到约帕,找到了一只要开往他失去的船 他给了钱,就上船,要和他们同往他失去,离开耶和华 但是,耶和华在海上忽然刮起大风 于是,海中狂风大作,船几乎要破裂了 水手都很惧怕,个人向自己的神大声呼求 他们为了减轻船的重量,就把船上的东西抛在海里 可是,约拿却下了船舱,躺着熟睡了 船长走到他面前,对他说 你怎么了?睡得那么熟,快起来,求告你的神吧 或者,神会纪念我们,使我们不至于丧命 水手就彼此说 来吧,让我们抽签 好知道这场灾祸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 于是,他们抽签,结果抽中了约拿 他们就对约拿说 请告诉我们,这场灾祸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 你是做什么的?你从哪里来? 你是哪一国的人?哪一族的人? 他回答说 我是希伯来人 我敬畏耶和华天上的神 就是那创造海洋和陆地的 众人就大大惧怕,对他说 你为什么这样做呢? 那些人知道他躲避耶和华 原来约拿告诉了他们 因为海浪越来越汹涌 他们又对他说 我们该怎样处置你,才能叫海浪平静呢? 他回答说 你们把我抬起来 投在海里,海浪就会平静 因为我知道 这场大风暴临到你们,是为了我的缘故 那些人虽然破浪挣扎 要把船靠岸,确实不能 因为海浪不断汹涌扑来 他们就呼求耶和华说 耶和华 我们恳求你 不要因这人叫我们丧命 不要把无辜人的血 跪在我们身上 因为你耶和华 是照自己所喜悦的行事 于是 他们把约拿抬起来 投在海里 怒涛就平息了 那些人就大大敬畏耶和华 向他献祭和许愿 耶和华却安排了一条大鱼 把约拿吞下 约拿就在余父中三日三夜 约拿书第二章 约拿从余父中向耶和华他的神祷告说 我从患难中求告耶和华 他就应允我 我从阴间的身府呼求 你就垂听我的声音 你把我投入深海 在海洋的深处 大水环绕我 你的红涛 你的波浪 都漫过我 我说 我虽从你眼前被赶逐 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 众水包围我 几乎置我于死地 深渊环绕我 海草缠裹我的头 我下沉直到山路 大地的门栓 把我永远关闭 耶和华 我的神啊 你却把我的性命 从坑中拉上来 当我心灵疲弱时 我就思念耶和华 我的祷告 直达你面前 进入你的圣殿 那敬奉虚妄之偶像的人 实在是离弃了 怜爱他们的神 至于我 我要带着感谢的声音 向你献祭 我所许的愿 我必偿还 救恩是属于耶和华的 于是 耶和华吩咐那愚 愚就把约拿吐在陆地上 约拿书第三章 耶和华的话 再次临到约拿说 起来 到尼尼维大城去 向其中的居民 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 约拿就动身 照耶和华的话 往尼尼维去了 这尼尼维 尼尼维是一座极大的城 要三天才能走完 约拿进城 走了一天 就宣告说 再过四十天 尼尼维就要毁灭了 尼尼维人信了神 就宣告进食 从大到小 都穿上麻衣 这事传到尼尼维王那里 他就起来 离开宝座 脱去王袍 披上麻衣 坐在炉灰中 他又传遇全尼尼维说 王和大臣有令 人 醋 牛 羊 都不准尝什么 不准吃 也不准喝 不论人 醋 都要披上麻衣 个人要恳切呼求神 悔改 离开恶行 摒弃 手中的强暴 或者 神 悔心 转意 不发烈怒 使我们不致灭亡 神看见他们所做的 就是悔改 离开恶行 神就转意 不把所说的灾祸 降在他们身上了 约拿书第四章 约拿对这事非常不高兴 并且发起怒来 就向耶和华祷告说 耶和华 我还在本国的时候 不是这样说过吗 我知道 你是有恩典 有怜悯的神 不轻易发怒 并且有丰盛的慈爱 转意不降灾祸 所以 我才急忙逃往他失去 耶和华 现在求你取去我的性命吧 因为我死了 比活着还好 耶和华回答说 你这样发怒 对不对呢 约拿出了城 在城东坐下 他在那里搭了一座棚 坐在棚印之下 要看看那城究竟怎样 耶和华神安排一颗碧麻 使他长起来高过约拿 成了阴影 遮盖他的头 免他受苦 约拿因这颗碧麻 就大大欢唱 此日黎明的时候 神安排一条虫子 注食这颗碧麻 碧麻就哭搞了 日出的时候 神又安排炎热的冬风 烈日晒在约拿的头上 以致发昏 他就为自己求死说 我死了比活着还好 神问约拿 你因这颗碧麻这样发怒 对不对呢 约拿说 我发怒以至于死 都是对的 耶和华说 这颗碧麻不是你栽种的 也不是你使它长大的 一夜长成 一夜死去 你尚且爱惜它 何况这泥泥为大城 其中不晓得分辨左右手的 有十二万多人 并且有许多牲畜 我怎能不爱惜呢